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各位有沒有一個經驗,就是當你去辦的什麼家用的100Mate或200Mate網路之後 你還是沒有感覺到你的網路變得飛快或者是比童花還要順 然後打遊戲的時候一定要用有線網路,不然老是在那邊報聘 不要再怪XXXXXX的,因為這大概率就是你WiFi的鍋 今天這集我就來跟各位分享淺顯易懂的WiFi路由器選購方式 讓你在WiFi路由器的選購上少走一些彎路,也可以少花一點冤枉錢 我猜各位今天看這影片應該很大機率是因為你已經受購了網路服務商送的那些免費WiFi分享器了吧 或者是你已經打LOW、打傳說、LAG到頭真的很痛了 不用擔心,看完這集就算你從來沒有聽過路由器這三個字 你也大概能夠選到適合你家使用的WiFi的 首先這點很重要,雖然大家都習慣稱這個東西為WiFi或者是WiFi分享器 但其實精確來講它的名字應該要叫做WiFi路由器 為什麼名字那麼重要呢? 除了裝B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避免你買錯東西 如果你只在關鍵字上打WiFi,那它可能會出現 WiFi接收器、WiFi路由器、WiFi分享器、WiFi中繼器、WiFi延伸器、WiFi加強器、SIM卡、WiFi分享器 下面西郎姑桃的都跑出來 這時你就慌了 完蛋,從200塊到2萬塊都有耶,那我到底要怎麼買啊? 假設有一天,學妹跟你說 欸學長我家辦了300M的網路,你來我家幫我裝WiFi嗎? 這時候你一定就想,這是一個完美的機會讓你從工具人翻身成近期的巨人 於是你馬上打開瀏覽器,然後搜尋WiFi 然後想說5G是目前最快的 於是就買了一個5G SIN卡分享器 OK,恭喜你,完蛋! 最快也不是網路,是你從工具人變成悲劇人的速度 人家都已經約你到他家了耶,你怎麼可以拜在這一步? 趕快時間倒轉一下,如果你到他家的時候拿出的不是5G Wi-Fi分享器 而是Netgear RAX50夜音AX5146串流WiFi6智能路由器 那不就搞定了嗎? 哇學長,現在WiFi好快喔 怎麼樣啊小美,這台Netgear RAX50夜音AX5146串流WiFi6智能路由器很不錯吧? 我是小莉 以上小故事告訴我們了解名字的重要性 那你可以避免讓你買錯產品 接下來我就以Netgear的RAX50當作範例 然後來帶各位了解你必須要看的幾個規格吧 放心我已經盡量簡單化了,絕對讓你看得懂 那如果你是老資訊人的話 覺得我的比喻有什麼不精確或是不完整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補充 首先我們先看到最明顯然後也是最容易懂的部分 AX514 不管哪一家公司的產品 只要它的型號裡面有AX 基本上就代表它支援WiFi6 如果你不知道WiFi6是什麼的話,你就記得 WiFi6就是目前最新最快的那種WiFi就對了 再來看到AX後面有5400 不用懷疑,越大就是越快,但也越貴 如果你不知道要買什麼數字 我幫各位整理出了家裡速度對應適合的WiFi路由器規格 基本上跟著選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接著我們看到2.4GHz還有5GHz的部分 那為了方便,我以下都簡稱2.4GHz和5GHz 這裡要注意,這個5GHz跟手機那個5GHz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喔 這邊的5GHz指的是頻段5GHz 手機那邊的5GHz指的是Fine Generation 也就是第五代行動上網的意思 所以千萬不要搞混 你們心裡剛剛應該有個疑惑吧 為什麼網速多少就要選你剛剛說的AX3300、AX5400 後面那個數字到底代表什麼 以RAX50的AX54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2.4GHz頻寬最高可達600Mbps 然後5G的最高頻寬可達4800Mbps 有感覺了嗎?600加上4800等於5400 嘿嘿,Bingo答對了 又給你多學了一招 以後幫學妹裝WiFi又可以多解釋給大家聽 如果他想要聽你解釋的話 一般來說2.4GHz雖然速度比較慢 但是穿透力比較好 而5GHz正好相反 速度快但是穿透力比較差 2.4GHz各位是不是聽起來有點耳熟 沒錯,你家裡很多無線鍵盤滑鼠 甚至是你的藍牙耳機 通通都是用2.4GHz在傳輸 甚至連你微波爐的微波都是2.4GHz 也因此2.4GHz的干擾是會比5GHz多得多 但也不用因此就覺得5GHz比較快 然後干擾又比較少 所以就完全的不用2.4GHz 剛剛有說過5GHz的穿透力比較差 所以搞不好隔個兩三道牆之後 2.4GHz的信號就大於5GHz了 2.4GHz的5GHz這邊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後面的2T2R還有4T4R 這邊的T跟R其實是傳送和接收的意思 那2T2R就代表說它有2加2等於4 4條頻寬 4T4R則是4加4等於8條頻寬 以iPhone13為例 我們可以到它的官網看到技術規格 這邊有一個2x2 也就是說它是有能力 可以完整的讓路由器發揮到2x2的 回到路由器 那傳送接收的部分當然是由天線來完成的啊 同一根天線是可以同時負責傳送和接收的 所以2.4GHz2T2R白話來說 就是它的2.4GHz有兩個傳送兩個接收 也就是它有2根的2.4GHz信號天線 以此類推 5GHz4T4R就代表它有4根是負責5GHz的天線 講到這邊 反應快的朋友是不是又發現問題了 Neggir的RAX50怎麼只有4根天線 你剛才不是說2.4GHz兩根然後5GHz四根嗎 欸嘿那是因為RAX50這兩根天線 是2.4GHz和5GHz雙頻的 所以你以後看到其他產品有什麼 8根啊、10根啊、100根天線 好啦應該是沒有100根天線的啦 反正很多天線其實就不見得 代表它的收縣會比較好 也有可能是它的2.4GHz和5GHz天線分開做而已 而2.4GHz和5GHz屬於兩個不同的頻段 所以它們做在同一根天線 其實信號也是不會打架的 接著我們看到硬體規格 RX50有博通的1.5GHz三核心處理器 512MB的RAM還有256MB的Flash 規格絕對可以稱得上是相當豪華啊 無線路由器畢竟不是手機 它的CPU不需要負責什麼打電話啊、玩遊戲 或者是看影片的什麼需求 所以不需要像手機那樣四核八核的 它的處理器基本上就只要做好一件事 安排 安排風包到底要傳輸到哪邊 就如同台北轉運站跟遊客的關係 當你的路由器規格很高 像是什麼AX5400啊、AX6600之類的 那就好比你的轉運站一次可以輸送更多的遊客 然後你的公車通通變成法拉利在接送 問題是假如你只有單核心 就像是你只有一個售票停 那遊客通通都卡在買票的環節 三核心就像是有三個售票停 那遊客們就可以更快的買到票 然後去搭車到他們要去的地方 至於其他我沒有提到的規格或是功能 不是不重要 只是他們都比較細節 或是所有的Wi-Fi路由器都同樣具備的功能 繼續講的話我怕你們會太混亂 然後他們也不太會影響到你選購路由器的大方向 Wi-Fi 6與以前的Wi-Fi 543 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對於多裝置的支援 它採用了一個叫做OFDNA的技術來達到這項優勢 不用記我只是收出來代表我真的知道而已 以前的Wi-Fi傳送資料 你可以想像成它的客運就是一台一台的開 然後到桃園的一台 到台中的一台 到高雄的一台 那大家都在等車 要怎麼決定哪一台先開呢 打一架就知道了嘛 那台中人比較兇猛 所以他們打贏了車子就先開 那剩下桃園人跟高雄人再打一架 然後打輸的車子就最後開 Wi-Fi路就不一樣了 他們也在跟你543 通通上車 然後到桃園到台中的自己下車就對了 這樣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不用等同個地方的人都到齊了就能開 運送效率大幅提升 有點類似火車的概念 以Neggear的RAX50來說 它最大同時支援到50個裝置連線 這絕對是以前的Wi-Fi做不到的 現在你的家裡搞不好燈阿 冰箱冷氣烤箱掃地機器人 什麼通通都連在Wi-Fi上面 想想你如果還在用老的Wi-Fi路由器 你能忍受你打LOW的時候 是在跟你的燈泡搶流量嗎 到這邊 應該很多人剛剛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我的網速100Mbps 然後你叫我買一個AX5400的 你是不是在胡我阿 你們問題怎麼那麼多阿 那是因為你家裡假如有一台NAS 它就佔了很多的頻寬 然後還有各種大大小小的電器在上網 他們又佔掉了一些頻寬 你應該不會希望你的網路只有少少的100Mbps 然後還要跟其他的東西一起搶那個路由器的頻寬吧 而且未來一定是越來越多的電器阿 或者是什麼東西都要連上網路 所以一次買好一點你就不需要一直擔心 可以說Wi-Fi 6除了速度快之外 就是為了物聯網而生 如果你買電器都喜歡買什麼 智慧冰箱、智慧電視、智慧烤箱之類的 那你一定要買一台Wi-Fi 6的路由器 如果你都不是很在意什麼智慧家電或是什麼東西的話 你還是要買一台Wi-Fi 6的路由器 因為未來各式各樣的產品都可以聯網的 最後一點 有很多人會忽略但也是相當重要的 就是那些硬體以外看不到的部分 易用性和安全性 剛剛講的那麼多功能 如果不會用的話真的是有點可惜 有一說一 Netgear的NighthawkAPP真的是設計的算蠻好用的 介面簡單優雅 然後操作也很直覺 初次設定基本上就是路由器的線插好 然後APP按一按就可以用了 如果看到這邊 你還是覺得很懶得挑路由器的話 家裡網速500mai以下 Netgear RAX小於50 家裡網路500mai以上的話 那就Netgear RAX大於50就對了 家裡兩層樓以上的買Wi-Fi Mesh 雖然是比一般的路由器還要貴 但是如果你家很大很多層的話 他也是會比你買很多台路由器來得划算 至於Mesh和一般路由器的差異 我們就改天再來聊聊吧 Netgear在網路上不論是平價還是安全性 基本上都是業界數一數二的 雖然他的產品可能是貴了一點 但是也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影片結束之前 再來跟各位分享一個小故事 古有一範坦之夫 因貝陀仁稱其Y夫 好賭為求家運 忠愛六至任六為順也 偶物招有限破見賣貨以為生 十家圖四壁 又因其好賭欺禮止善 獨流一犬相伴 為求翻身流六坦 望運來四機再起 一日有四塊上街 天氣驟變冬雪將至四塊玉祭數人家 因其執信眾皆不願為Y夫接待 夜寒水可動Y夫取僅存六坦 魚犬各一四塊各一眾不自動亡 後人為戰棋博愛特計此事 史稱Y夫愛六就四塊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一個人他雖然窮雖然習慣不好 但他還是可以盡他所能的幫助別人 一個人雖然他的職業比較特殊 但他還是值得帶他幫助 影片結束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Enterbox 想第一時間看到更多的選購建議或是古文 記得開啟小鈴鐺 想看什麼內容都可以在留言區許願喔 那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